好了 今天是國際主播的焦點 美國的總統代算 最好一場的辯論 臺灣時間再起的九點來起行 因為上一會的辯論 川普 趴等拜登 也只是主持人的發言有128次 整場的辯論 因為插話 唱話 太混亂 所以主辦單位改變整隻 這次的辯論 在那兩分鐘發言的時間來 對手的麥克風會關掉 後來這次的辯論的進孫 但是上方的炮灰也很必須 美國總統代算 最好一場辯論 共和黨總統好選人 美國總統川普 和民主黨總統好選人 前副總統拜登 郭吉安對新冠病毒疫情 頂點國學問題 電腔辯論 因為美國疫情很嚴重 前一開始主持人就問兩人 要怎麼處理疫情 川普說美國疫情已經不結束了 川普一代共同說 這個疫苗隨時可以掌握 並且說拜登在臨時 對抗H1N1的疫情做得不好 並且這次疫情流行是中國的不對 拜登是批評川普不堅民對 每天有這麼一人死定疫情的屬性 人家對抗疫情沒什麼辦法 這個辯論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美國要怎麼因應來自中國 移動到五六須頂 外國的社會感受到威脅 拜登在那裡回答主持人問的是 他要中國遵守國際規定 外國的社會如果插台算 效果要自己扶植 川普說他要給中國吃就怕 川普也纏對拜登的第一號線的 航特的事情 即使拜登的家族 為國律師跟中國賺很多錢 拜登這次說這是國律師 怕什麼影響美國大選的行動 還批評川普財務狀況不透明 相反還纏對美國家庭 正做到氣候變成 頂級問題極烈的辯論 雖然有時候有點混亂 但是跟第一次辯論美國起來 劉婷勝機很順